十万 我的微博有三千万人啊 你想怎么样啊 年轻时的陈冠希究竟有多嚣张 他和好兄弟的女朋友绯闻不断 记恨他的男明星除了谢霆锋 余文乐 甚至还有周杰伦 吴彦祖 据说吴彦祖在得知女友和陈冠希传出绯闻后 还经常半夜哭泣 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 不仅如此 2002年 陈冠希在拍摄《无剑道》时总是无精打采 导演刘伟强就问他是不是太累了 陈冠希没有回答 只是摇了摇头 谁料刘伟强直接一个耳光打了下来 对陈冠希吼道 不累就回去拍戏 多年后 陈冠希提起这件事是表示 如果他再敢打一下 自己一定会忍不住打回去 那么陈冠希凭什么能如此嚣张跋扈 其实这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陈冠希的父亲名叫陈泽明 是一家上市公司的主席 还是英皇娱乐的高级董事 圈内人一般称呼他九哥 所以陈冠希从小就接触了许多上流人士 不仅有张国荣 梅艳芳这样的圈内大卡 和英皇娱乐的老板杨寿成兄弟也颇为熟悉 九岁那年 陈冠希被送进香港国际学校 还和谢霆锋成了同学 但陈泽明是个工作狂 对儿子的生活不管不问 家长会也不愿意参加 或许是为了引起父亲的注意 陈冠希变得非常叛逆 旷课逃学都是家常便饭 尽管如此 陈泽明也只是把他的私人司机龙哥 派去照顾陈冠希 龙哥虽然名义上家谱 但深受陈家人信赖 陈泽明就曾给过他一张卡 这张卡能随时调用一百万以内的现金 而陈冠希更是龙哥看着长大的 早已把龙哥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不管什么事都能放心地交给龙哥去办 其中就包括让他帮自己修电脑 但陈冠希万万没有想到 正是因为龙哥的一次疏忽大意 让他的人生遭遇了灭顶之灾 2008年 1400张不雅照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陈冠希也被冠上了拍照大师的头衔 而这上千张照片涵盖了香港半数的女明星 其中又以阿娇和张伯芝最为引人注目 毕竟当年像太一直想把张百智培养成下一代天后 而阿娇更是英皇大佬杨寿成亲给的孕育长的人 除了他们之外 周杰伦的绯闻女友蔡依林 吴彦祖的女友MagicQ也都牵连其中 丑闻曝光后 杨寿成暴跳如雷 狠狠地把阿娇甩到了一边 反观张伯芝则比较幸运 此时已经和谢霆锋领正结婚 还有了两个孩子 谢霆锋一家在风波中都选择站出来力挺张伯芝 让他得以全身而退 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陈冠希就没这么行 他立刻就成了整个娱乐圈的公敌 艺人 媒体 粉丝 网友 彤彤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他 眼看舆论越闹越大 陈冠希只好召开记者招待会 并宣布自己将无限期退出娱乐圈 离开香港到国外生活 回想当年那个年轻气势 赶在颁奖典礼上挥拳报打一轮了 为了小女友痛骂林志玲的陈冠希 不免让人有些唏嘘 而他到国外后的生活也并不如意 一是父亲的公司受金融风暴影响而破产 二是仍有不少人对照片们念念不忘 甚至还对陈冠希发出死亡威胁 以至于陈冠希几次想重回娱乐圈都以失败告终 后来陈冠希和超模秦淑培结婚 2017年秦淑培为陈冠希生下了一个女儿 一代男神从此变成了一个女儿奴 当陈冠希的女儿有多幸福 带73万的儿童手表 喝200块一瓶的矿泉水 一出生就坐拥挤十亿身价 她才是货真价实的小公主 自从女儿Alar出生后 陈冠希就一改之前的浮躁 变得越来越沉稳 而且还把女儿宠上了天 私下里直接叫女儿为大王 在女儿的百月宴上 陈冠希还特意准备了一份1700万的出生礼 以及一整墙的绝版收藏品和限量版书籍 不仅如此 陈冠希对女儿的健康也十分关系 就连喝的水都经过精挑细血 在某次直播中 陈冠希就自爆给女儿喝的都是天然泉水 一瓶售价就高达200块 去年的圣诞节上 陈冠希又送给了女儿一份豪华大礼 从照片里我们能够看到 Alar整个人坐在一个红色的大箱子里 手里还抱着一个玩具小熊 经网友调查后发现 这个不起眼的箱子就价值130万 不过这些在陈冠希看来都不值一提 毕竟自女儿出生以来 身上穿的就全是名牌 各种玩具也是层出不穷 恐怕某些小国的公主也比不上她 而陈冠希本人或许也没想到 自己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亡 最后却会栽在女儿手里 但当有人威胁到女儿的隐私安全时 陈冠希就会一改慈父形象 变回以前那个嚣张跋扈的公子哥 有一次陈冠希和女儿出门逛街 结果遇到一个正在直播的主播 这名主播看到陈冠希后非常激动 主动要求合影 一开始陈冠希还非常礼貌地拒绝了对方 谁料这名主播还不依不饶 偷偷跟拍了许久 陈冠希发现后立刻大发雷霆 把这名主播痛骂了一端 我跟我小孩子 我跟我小孩子的时候 你不要搞我 你全十万人 十万人 二十万人 我现在跟你讲 你下次见到我 跟我的小孩子 你不要搞我 而当有人问陈冠希有了女儿后的感受时 他一脸温柔地说了三声 我很幸远 从一名风流浪子 到如今的好爸爸 陈冠希真的改变了太多太多 而且谁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 陈冠希未尝不是那件事的受害者了 希望大家少一分误解 多一分包容 让陈冠希和女儿能够拥有轻松幸福的生活 你是如何看待陈冠希的人生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